当初徐树珍自请出任西北筹编使 是想建立一番工业 这次外蒙取消自治 徐树珍被中央任命为册封专使 便率领副使恩华 李源等人前往库伦 驻库伦办事员陈毅 知道徐树珍来者不善 但也不得不出交相迎 那些外蒙王公既然已经归附中央 自然也要出面毕恭毕敬的欢迎专使到来 徐树珍与陈毅等人相见 下马寒暄了几句 便进了库伦城 将中央颁发的册书授予外蒙胡图克图 胡图克图接受册封以后 百雁给专使接封 习散之后各自归去 徐树珍到陈毅的公馆住下 便板起脸跟他说 你也听说过徐某的名头吧 你在库伦多年没什么建树 如今我奉中央命令来帮你立功 并非越祖带袍 你不要怀疑我有别的打算 这里的事情也不要跟外人讲 等我处理完之后自然离开 如果你不听我的安排 别怪我不客气 陈毅听了心里很气愤 但他知道徐树珍一贯霸道 自己斗不过他 不如先跟他敷衍 等徐树珍回去复命以后便可以无事了 因此答应一切听徐树珍的 徐树珍就在库伦设立行员 所有边防事务都归他做主 陈毅毫无权力 只是挂个虚名 这时候财政总长兼代理国务总理 公馨站 因为政府财政紧张 无法满足各地的需要 屡受指责 于是提出辞职 徐总统挽留不成 只好批准公馨站辞职 另选他人 按照民国的惯例 国务总理出缺 应该由外交总长或内务总长接任 但是外交总长陆征祥 去欧洲参加巴黎河会还没回来 内务总长田文烈请病假了也不行 按照顺序排下来 就轮到陆军总长靳云鹏了 靳云鹏是段祺瑞的门生 资历比较浅 全靠段祺瑞一手提拔 才得以官至陆军总长 特寿勋二位 徐世昌一直对段祺瑞有戒心 按理说是不肯让靳云鹏接手的 但是徐总统有他的打算 靳云鹏是个武夫 头脑简单容易控制 而且靳云鹏是心尽后辈 驾驭起来更容易 如果破格提拔他 让他知恩图报 说不定可以为我所用 另外启用靳云鹏还有两个好处 一是可以让安福系控制的国会 不至于处处作梗 二是能够笼络曹坤和张作霖 原来靳云鹏虽然是段派的嫡系 但他跟曹坤是结拜兄弟 他的儿子最近又跟张作霖的女儿 定了婚 曹璋二人本来就不是段系 如果靳云鹏得到重用 曹璋一定乐见其成 有了他们两个人的拥护 靳云鹏也可以免受段派的牵制 这对徐总统对靳云鹏来说都是好事 于是徐总统便提名 有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 起草咨文交国会审议 总统府秘书长吴吉孙写好咨文以后 呈给徐总统审阅 徐总统又亲自提笔 在靳云鹏的名字下面加上了 财大心系能负责任八个字 然后再令吴吉孙重新抄写 盖上总统大印 提交参众两院表决 经投票得到大多数同意 这项任命就通过了 徐总统于是任命靳云鹏兼任国务总理 任命公布以后 川 越 乡干四省经略使曹坤 东三省巡月使张作霖 都有电文道经力保靳云鹏 说国家政治需由内阁负责 公代阁已经告退 文已奉中央明令 着晋总长肩带 晋总长心地光明操行稳健 令他带国务总理 众望允福 及请令晋总长正式阻隔 比当内忧外患时候托付得人等等 徐总统看到电报 不由得蔫须微笑 果然被他算对了 靳云鹏刚刚走马上任 广东军政府就发来电报 要求取消八年公债 说八年公债条例 文已公布 额定两万万 取填付为担保品 得将所领债券 随时抵押买卖 某报中载 有券额八十万元 已抵御某国商人 每百元只抵三十元 是直接为内债 间接确息外债 辗转抵押 自诉威亡 旷公债发行 抵及填付 尤为世界所未有 全国人士已一律反对 异口同声 请及取消明令 用服于情 并判诉付等等 靳云鹏接到电报以后 富店军政府说 八年公债 系维持财政现状 所称押于某国一节 并无此事 信物误信 电报发出后 靳云鹏去向徐总统汇报 并谈及财政极其紧张 难以支撑 徐总统也皱眉说 这都是军阀惹的祸 是想近年来 军想一天天增加 政府收入有限 哪里养得起这么多兵 今日借外债 明日借内债 一大半是为了武夫 如果武夫们有爱国心 倒也不必说了 可恨的是 他们吃着国家的良想 按谋自己的权利 南征北战 闹得一塌糊涂 如此下去 怎么得了 怎么得了呢 靳云鹏答道 看来非财兵皆想不成 徐总统说 我也是这样想 但必须由军阀主动提出 才不会令政府为难 若单靠政府提议 恐怕这些军阀 又来与政府作对了 靳云鹏应了一个誓字 徐总统又接着说 日前曹 张 良史 殿城到来 并言君财勘大任 我看此事非君莫成 请君殿告曹张 凡他们做个发起人 当容易收效 靳云鹏连声称是 随即告退 殿至曹坤 张作霖 请他们提倡议 果然曹 张都很帮忙 分别致殿各省都军省长 自愿裁军两成 节约军饷 各省都军省长 见是两位大帅发起 当然赞成 便推曹张为领袖 联名进程 提出要裁兵结想 徐总统大喜 于是下令说 军兴以来 征调频繁 各省京志军队 不服分部 因之招募日广 享需骤增 本年度概算支出之数 超过岁入甚至 使以兵享为大宗 此外 各军激欠之想 为数尚多 当此民穷才愧 错注为奸 即西界外资 亦属亦时权宜之计 将来还本长息 莫非取诸民间 输须于之急 事已增无穷之累 亦且治军之道 享元为重 久基之族 巡抚良难 统御设有稍书 则事便 祸难尽谜 本大总统受任一时 力道和平 实发于 为民请命之城 现大局 虽未底定 而停战 久已实行 土养不及之兵 虚耗有尽之想 非所以殿民生 故邦本也 至若军饷之初 西资税赴 比来国家多顾 百业不兴 农城商通之术 以汛成平 亦以整理师宜 岁入锐减 长此以往 固有享元 何可历代 备兵省份 更无论意 本大总统 兴念集资 素业之巨 既唯有裁减兵额 清离税收 旧币补偏 暂资调节 自据四川 广东 湖南江西 四省精略市 直立都军曹坤 东三省巡越市 奉天都军 兼署省长张作霖 长江巡越市 安徽都军 尼四冲 江苏都军 李纯 湖北都军 王湛元 江西都军 陈光远 属浙江都军 卢永祥 属吉林都军 鲍桂清 山东都军 张树元 山西都军 阎西山 河南都军 兼署省长赵蒂 湖南都军 兼署省长张静瑶 福建都军 兼署省长李厚基 陕西都军 陈树藩 甘肃省长 兼署都军 张广建 新疆省长 兼署都军 杨增欣 热河都军 江桂提 查哈尔都军 田忠裕 隋远都军 蔡成勋 江苏省长 齐耀林 安徽省长 吕条元 湖北省长 何佩荣 浙江省长 齐耀山 江西省长 齐阳 山东省长 屈映光 陕西省长 刘振华 直立省长 曹瑞 长江上游 总司令 吴光新等 联名电程 称 中央财政齐处 军费时据巨额 如各省 屠责难于中央 于义未安 于事无计 权宜即便 事不外 开源 节流两端 如旧军队 裁减两成 以致震慑地方 尚可服用 约计 岁省两千万元 以免由中央 责承各省 督治财政厅 于丁曹 税器各项 即一切杂捐 切实整顿 捐低归功 增入之款 亦当有两千万元左右 确定用途 赞充军饷 疑似和平就绪 裁兵之意 首先实行 等于 该都军等 名于大计 兼顾统筹 体国之臣 量身加许 所以裁减军额两成 即整顿赋税各办法 减要一行 与中央计划正合 集着各该管官署 会同各该都军省长 总司令等 妥速筹役 确定计划 刻日施行 经此次裁减之后 并应认真训练 以期想不虚迷 至于清离赋税 手重得人 卓则呈财政部 及各省长官 于都政竞争惯例 严为临选 仍随时留心考核 切实纠查 以区击毙 总期兵无荣额 事可肃保 减轻履言之极苦 培养国家之元气 本总统实家赖言 将此通令 支支 此令 各省的都军省长 联名成请裁军 真的是为了顾全大局 为国家节省开支吗 从前在袁世凯时代 只有国民党是 袁世凯的死对头 袁世凯死后 北洋军分成了两派 一是婉系 一是直系 婉系就是断派 与国民党不合 总想用武力铲除国民党 所以南北纷争连年不断 直系以冯国章为首 冯下台以后 资格最老的就算是曹坤了 曹坤曾经与冯国章联合 后来经徐世昌从中调停 曹坤偶然也会帮帮段祺瑞 但他终究是直系的人 不愿意跟段祺瑞联手 再加上一位张大帅 占据东三省 自成一派 上次他被徐树珍游说 想当副总统 所以帮段祺瑞对付冯国章 但是把冯国章逼下台之后 副总统还是没他的份 张大帅很失望 心里就责怪徐树珍 捎带着对段祺瑞也不满 于是就演变成了 直系 凤系 晚系 三派 顶足而立 尔虞我诈 怎么肯协力同心经营国家呢 至于徐总统通令中提到的 各省都军 省长 有直系的 有晚系的 有缝系的 虽然纷纷表态拥护裁军 但都是在做表面文章 随口说说 真要让他们裁兵 他们也未必从命 军阀嘛 全靠着手里有兵 才能那么威风 而这位徐总统 本身是前卿近世出身 是个文官 后来出任东三省总督 才结识了一批军人 担任总统以后 体察国民心里是厌恶战乱的 因此立主和平 提倡文质 可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 谁拳头硬谁说了算 徐世昌不是不聪明 于是想通过高超的政治手腕 来驾驭这批武人 只是他能够上台 全靠安抚系推戴 所以每当他想要有所举动 往往也会受安抚系的牵制 南北何以决裂 原因就在这儿了 接替朱起前出任 和谈北方总代表的是王一堂 王一堂这个人名声不是很好 做事大多为舆论所不容 他这次敢贸然南下 其实是受徐树珍怂恿 答应他会在暗中帮助 所以他才肯临危受命 偏偏上海各界 不等王一堂到来 便以群起反对 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开骂 王一堂置之不理 赴任途中路过南京 觐见江苏都军李纯 李纯作为东道主 设宴款待 久过数巡以后 王一堂谈起义和方略 并请李纯帮忙去疏通南方 可是李纯默然不答 王一堂很纳闷就问 公曾始终煮和 奈何今日反今若寒蝉 不可以周行见事 李纯微微笑道 凤凰已明 我何妨且作寒蝉 王一堂听了莫名其妙 原来呢 是在王一堂出京的时候 熊熙灵曾经写过一个剧本 讽刺王一堂 熊熙灵是湖南凤凰人 所以大家都叫他熊凤凰 现在李纯拿这个事来 调侃王一堂 可是王一堂呢还是没弄明白 又再度追问 李纯就把这件事直接告诉他了 结果把王一堂弄得很下不来台 这李纯一看呢 也就不好再开玩笑了 说 金玉一和并非真正难事 总教北方诸功 果无卖国行为 且能推称相语 便容易就绪了 王一堂勉强答道 我公九阵南疆 为南方空气所鼓荡 故所言若是 其是北方也自有苦衷 公或未能惜之 李纯又不禁愤愤的说 人生在世 但求问心无愧 纯一武夫 只有正义罢了 他非敢之 公奉命难来 必有成竹在胸 得能何意早成 纯亦得安享和平 敢功后赐 王一堂也不便多言 又勉强喝了几杯 就告辞了 等他到了上海 大街小巷 到处都张贴 有嘲笑他的传单 王一堂也有耳目 把这个消息 就报告给他了 那么王一堂得知以后 觉得进退两难 按想当今的时事 前可通神 从前收买政党 包办国会 哪件事不是靠金钱摆平的 这次来上海一和 还是用这个办法吧 于是就挥金如土 到处花钱请托 好在徐树珍 也密派新妇 运动南方领袖孙中山 及南方总代表唐绍仪 离间他们与 陈春轩 陆荣亭等人的关系 当时南方的七位总裁 也分成岳 贵 颠 三派 贸合神礼 暗存党鉴 经徐树珍从中挑拨 唐绍仪总代表那边 立场就有些松动了 想要跟王一堂谈判 有一天王唐两个人在一个宴会上遇见了 相谈甚欢 不过并未谈及议和的事 但是在场的还有几位是双方的分代表 大家一看他们两位相处的挺融洽 都很惊讶 散行以后 南方代表对唐绍仪很不满 说王一堂这个人有什么资格来跟我们议和 咱们要是跟他谈 太掉价了 唐总代表也不好违背大家的意思 便向广东军政府提出辞职 这议和的事又被割下了 内忧未了 外信又生 出了什么事呢 咱们下回接着讲 咱们下回来